哦我的天 于观影中穿行 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 我是秦岚 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玛丽的妈妈是个数学家 在马上攻破世界其他难题之一 准备名锤迁使时自杀了 依竹里把玛丽委托给舅舅抚养 可能是因为遗传 玛丽也是个数学天才 但是玛丽妈妈依竹里 希望女儿能过平凡人的生活 所以舅舅一直希望她能够低调生活 这天玛丽到了该入学的年纪 学校的女老师很快发现了 玛丽在数学方面的天赋 并通过上网调查得知了玛丽的身世 玛丽不光智商高 情商也很出众 她在未受气包出头后 又帮助她在班里梳理了地位 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她了 因为玛丽在学校的活跃表现 导致玛丽的外婆也听到风声 得知外孙女的下落 第一时间找到了舅舅 然后跟她谈判 说要把玛丽接走 并把她培养成妈妈的接班人 解开西大数学难题 然后名流青史替家族争光 可是舅舅不答应 因为她觉得姐姐之所以会自杀 都是因为外婆从小逼迫她专心数学 最后舅舅和外婆意见不合 只好法庭上见 外婆的律师就经济条件 单身等问题在法庭上略战上风 舅舅则对玛丽做出了永远不会抛弃她的承诺 而玛丽也觉得比起数学 她更喜欢跟舅舅在一起的生活 舅舅的律师私下认为 把玛丽送到富裕的寄养家庭 是当前最好的办法 舅舅因为害怕官司失败 导致玛丽会被送到外婆家 最终选择妥协 同意把玛丽送去条件更优越的寄养家庭 即便玛丽拼命地哭着求舅舅别丢下她 她还是狠着心离开了 不久后舅舅去寄养家庭看玛丽的时候 戳穿了外婆的阴谋 原来寄养家庭的夫妇一直都受着外婆的控制 心中始终没有原谅舅舅的玛丽 夺门而逃 舅舅扔下一个文件就追了出去 外婆看到文件的署名是玛丽妈妈的名字 答案 另一边玛丽一边哭着一边哭着拳头 舅舅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小姑娘哭着问 你说过永远不会抛弃我的 舅舅说 我错了 再也不会了 她又问 那你之前为什么要抛下我 舅舅说 因为我之前觉得自己对你来说不够好 而现在我看到你已经这么出色了 那就证明我们在一起生活是对的 回来后的舅舅对自己的母亲说 姐姐已经解除了这道题 她想在你死后发表作为对你的报复 而我现在觉得她未必是对的 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忙着发表吧 孩子我带走了 外婆翻看着女儿满是泪涵的手表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哭了出来 自己究竟都对女儿做了些什么呀 后来舅舅也改变了态度 再也不想遮掩玛丽的天赋 陪她去上大学 放学后则送她去跟同龄人买耍 或许这对这个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人生 我是青岚 求一波关注转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